男人天生长着一双剪刀手 不正常的手让他吃口饭都很难 而且皮肤惨白的像僵尸 人人都把他当成一个怪物 可剪刀手也有他的神奇之处 他对着树木一同狂剪 普普通通的树竟成了极具观赏性的恐龙 甚至还剪出了一家四口的模样 简直是个顶级原艺师 不仅如此 剪刀手还可以飞速切菜 还有当成竹签来烧烤 想怎么翻面怎么翻面 简直成了瑞士军刀男 如果你有这样一双手 你会用来做什么呢 接放邻居跑来看稀奇 看到毛茸茸的狗子 怪人咔咔挤刀下去 沙马特的狗子立马变得优雅高贵 大妈们纷纷抱着狗子排队 请他帮宠物美容 只见他利落的一通咔嚓 很快就剪出跟主人一样的同款发型 女人看得目瞪口呆 突然说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怪人摆弄了几下女人的头之后 飞快地在心里设计好了发型 之后双手如飞地激情剪发 他这神剪的手艺瞬间让女人沦陷 不过看他这感觉不像是理发 更像是在做某种十分享受的运动 剪完后的他焕然一新 大量的女人也纷纷请求他剪发 怪人一时间成了小镇的名人 聚餐时被女人们围在中间 争相恐后地为他吃东西 想请他到家里美容美发 而小伙来者不拒 免费地为小镇居民们提供服务 因为他根本没有金钱的意识 怪人叫做爱德华 是一个酷爱机器人的科学家 制造出来的 他一个人住在远离人烟的城堡里 有了爱德华后经常给他读书 教他人类的礼仪 给爱德华埋下了对人类的好奇心 在圣诞节这天 科学家想完成他的双手作为圣诞礼物 却突发疾病离世 爱德华想握住难得的双手 却眼睁睁地把手剪成了碎片 而看着倒下的父亲 他心疼地前去抚摸 可留下的却是道道血痕 从此 他便和他的剪刀手一起生活在古堡里 脸上的伤痕 是他一次次尝试触摸自己留下的疤痕 不知道过了多少年 古堡外出现了一个美丽的小镇 镇上的有个安利推销员 无论怎么推销 都一个产品都卖不出去 心灰意冷之际 他想到了远处的古堡 想着能够住那样大豪寺的人一定很有钱 说不定可以开个大单 就前往几乎被人遗忘的城堡 他走进大门后 并入眼帘的竟然是造型奇特的绿纸 里面是各种栩栩如生的小动物 仿佛进入了童话中的世界 可进到里面后 四处挂着蜘蛛网 一片荒凉冷寂 毫无人类生活的痕迹 只有上到顶楼 看到壁炉上贴着各种画报的剪纸 装饰着这个空空荡荡的世界 他终于在角落发现了人影 那是长着剪刀手的爱德华 这可把凯西吓坏了 仔细一看原来这是他的手 想要离开的凯西 被爱德华祈求着留下来 凯西询问爱德华的家人去哪 凯西明白了他是一个孤零零的孤儿 看到他脸上满是伤口 小心翼翼地帮他擦拭伤疤 这让爱德华瞪大了双眼 他已经有太久没有人接触到人类了 他这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让凯西动了恻隐之心 决定带他回家 这是爱德华第一次离开城堡 看着外面新奇的世界 爱德华开心地向着孩子 回到家后 凯西指着照片向他介绍家中的成员 笑叶如花的女儿金妮 让爱德华怦然心动 这就是他在画报中常常幻想的 美好的人类女孩的样子 凯西安排爱德华先到女儿的房间入住 他抱着新衣服满心欢喜 看到镜子时 他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模样 想要伸手触摸 却像碰到爸爸时那样流下了血痕 而摇摇晃晃的水床让他好奇极了 伸手一碰 又捅出了一个大窟窿 他就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急忙用玩偶盖住了冒水的洞 晚上爱德华不安地准备入睡 突然被回来的金妮吓得不敢出声 而金妮没有察觉他 自顾自地在镜前挤着痘痘 直到通过镜子看到了个满手凶器的人影 吓得他连忙跑出去 以为有歹徒潜伏在屋里 而看热闹不嫌失大的父亲 给爱德华喝了杯酒压惊 爱德华一口就上头了 了解情况后的凯西 拉过金妮为他介绍起爱德华 可爱德华看到心上人一句完整的都说不出来 然后直直地倒在了地上 两人也在这次尴尬之中 完成了第一次见面 之后爱德华屡屡想对金妮示好 在吃饭时为他切好牛肉递给他 却扔到了金妮的衣服上 惹得他转身离开去换衣服 爱德华连连道歉也没用 而他自己吃东西时 折腾了好久都拿不起刀插 好不容易插起了豆子 努力了半天还是没有吃到嘴里 人类的社会的一切都让爱德华难以适应 但很快 爱德华却展现出了他非凡的才能 可以修剪出各种奇妙的原因 剪出不可思议的发型 他从不收钱 只要有人请求就乐于答应 他以为自己这样能让所有的人开心 就这么融入到他向往已久的人类社会里 他在剪刀手上穿着蔬菜为人们烧烤 脸上露着生疏而灿烂的笑容 在明媚的阳光下 他以为一切都在变好 爱德华一时间成了小镇的名媛 电视台也对他展开了采访 当主持人问他有没有心仪的女生 他紧张极了 紧盯着屏幕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而电视机前的金妮 仿佛心有灵犀已经感受到了他的爱意 紧张过度的爱德华不小心碰到话筒线 当场触电倒地晕了过去 这引起了金妮男友吉姆的大声嘲笑 金妮却不像其他朋友一样认为爱德华滑稽 反而对他满满的都是担心 一天金妮忘了带家门钥匙 正好从外回来的爱德华看见了 伸出手分分钟就解决了麻烦 而这一举动让一旁的吉姆惊喜不已 隔天他就劝金妮帮他办一件事情 他想要去撬开父母停车房里的锁 脸哄带骗让金妮去说服爱德华 让他过来开锁 他知道爱德华喜欢金妮 只要金妮一说爱德华做什么都愿意 软磨硬泡下金妮答应了 于是在一天半夜 他们带着爱德华来到吉姆家前 谎称这家人偷了小美的东西 只需要爱德华打开门取回东西就行了 爱德华轻松打开了大门 可他一踏进房间 就响起了刺耳的警报 房门自动反锁了 爱德华不知所措 想要开门可他的剪刀手怎么也打不开房门 而吉姆见出了事带着众人就要跑路 金妮想要回去救爱德华 却被吉姆强行带走 很快警察就包围了现场 把爱德华带走了 审问时他始终不肯开口 他想到金妮也参与了其中 一定不能连累到金妮 幸运的是 医生诊断爱德华并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 无罪释放了他 其实爱德华的心里很清楚 看为了心爱的人他宁愿当一个傻子 可外面已经谣言四起 大家都认为爱德华很危险 之前纷纷请他去修理发型的女人们 反过来说早就觉得他很古怪 只有金妮知道爱德华是被冤枉的 他觉得如果爱德华知道那就是吉姆家 那爱德华一定会很伤心 可没有想到 爱德华早就知道那是吉姆家 这令金妮十分羞愧 决定去和吉姆分手 可误会了的爱德华看到金妮奔向他人怀抱 他愤怒极了 划破了窗帘和壁纸 在镜子前看着无法触控别人的自己颤抖不已 时间快到了圣诞节 金妮家挨家挨户地邀请邻居们参加聚会 他们纷纷答应 却又不断地说爱德华的坏话 最后没有一个人到场 可爱德华并不在意这些 他一心给金妮雕刻天使造型的巨大冰雕 煞时漫天飞舞弥漫着整个圣诞 金妮沉浸在这番美景中 展开双臂与金银的冰雪共舞 看起来一切都是那么的幸福和谐 而这一切都被吉姆打破了 他大声斥责爱德华 受到惊吓的爱德华划伤了小金 吉姆则说爱德华果然是个骇人的怪物 恶狠狠地将他赶出了家门 还拦住了想把爱德华追回来的金妮 爱德华气愤地游走在街头 将气洒到了园艺品上 戳破了邻居的车胎 撕掉了自己身上的衣服 好像真的变成了别人口中的恶魔 而邻居们也纷纷出来声讨他 眼看事情越闹越大 惊动了警察感来 他慌忙躲回了金妮家中 等待已久的家里心中也满是欢喜 想要回应爱德华的爱意 爱德华也很想拥抱眼前的爱人 可他是那么害怕伤害到女孩 这让他想起了 他抚摸睡着的父亲时的情景 于是他躲避地来到窗边 小金来到他的身边 闪开了他的双手 钻进了他的怀抱 这时被金妮抛弃的吉姆 气急败坏地开车驶来 直冲着路上的小男孩开去 从窗外看到震慕的爱德华 毫不犹豫地冲过去 抱住男孩逃到另一边 无意间剪刀手划伤了小男孩 他急切地询问小孩有没有受伤 可赶过来的邻居 都以为爱德华要对小孩行凶 面对众人的讨伐 爱德华慌乱地不知该如何 金妮想要过去解释 却被吉姆拉住了 这更进一步坐实了爱德华的危险性 所有人都要求把爱德华赶出去 并且给他定罪 这时警笛四起 警察离爱德华越来越近 小金满眼不舍地看着爱德华 却只能叫他快跑 爱德华没有丝毫迟疑 一路跑向了古堡 警察并不想抓他 打了几身空枪就了解了此案 可是那帮被爱德华帮助过的邻居们 却不依不饶 要进古堡永绝后患 金妮率先找到了爱德华 吉姆也很快感到 怒火中烧的他想要一枪杀掉爱德华 金妮想要上前阻止 却被无情地甩开 还被他狠狠地一扇巴掌 接着一脚踹飞 目睹一切的爱德华终于忍不住了 他伸出手捅向了吉姆 跟着将他推出窗外 就此手上沾了一条人命 此时村民们气势汹汹地来到了楼下 爱德华清楚是时候分别了 小眉眼含热泪深情地亲吻爱德华 然后转身离开 为了保护爱德华 金妮故意拿走一个废弃的剪刀手 告诉人们 爱德华已经在和吉姆搏斗中死去 手中的残肢就是他的 听完这些人们纷纷散去 此后孤独的爱德华在古堡中 再也没有离开过 爱德华在古堡里日复一日的回忆 那些带给他爱的人 他依然年轻 依然挥舞着他锋利的剪刀 雕刻着他心里一切最最美好的东西 当他想念金的时候 满天大雪就翩然而至 告诉他爱的人 他的思念很久不变